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汉奸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汉奸 比如说在民国的时候 有一个大明星,她红遍上海滩 在抗日期间为日本人做事 抗战后被判处死刑 在零星前表明自己的身份 被改判无罪 这个人就是李香兰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 上海滩有几位非常著名的女明星 比如说蝴蝶,软玲玉,周璇,李香兰 这几个人可以说是红的发子 特别是那个李香兰 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嗓子非常出色 而她也创作出了很多与众不同的作品 比如说《和日君再来》 《苏州夜群》、《夜来香》等 这些都是经典作品 因为歌声优美 李香兰当时红遍了整个上海滩 可是出名之后的李香兰 却被日本人盯上了 为了宣传日本人所谓的日满清善 日本人让李香兰为军国主义服务 还演了一些瞧不起中国的电影 所以当时的李香兰被称为卖国艺人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李香兰被汉奸罪审判 并且以叛国罪判处了死刑 照理说她最终肯定会被执行死刑 可是就在她临行前 她主动向法院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日本人 虽然说汉语受得非常标准 但是她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在得知了真相之后 法院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影响 并且她作为一个日本人 为日本做事就算不上汉奸 所以李香兰最后被无罪释放了 回到日本之后的李香兰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非常后悔 中国人宽容了她 她也希望两国能够永不再战 讲到这里 回上中国的历史 每次都是日本主动护打中国 要想两国不交战 只能日本彻底死心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访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